大家好,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,先看看外地消息。 台灣疫情有惡化跡象,新增335宗確診,本地感染佔了333宗,再創單日新高。 其中台北市有158宗,新北市有148宗,兩宗屬於輸入個案。 在過去三天,合共新增了719宗確診。 疫情指揮中心上星期已經提升台北和新北市的防疫警戒到第三級。 而台北市市長安民節則宣佈,明天起,高中以下年級停播到今個月28日。 就著這宗新聞,我們邀請巴士的部總編輯李同小姐一起談談。李同你好。 你好,Yunice。 台灣社交媒體怎麼看今次疫情大爆發呢? 是的,Yunice。 剛剛台北市長和新北市長都見了記者。 台北市長歐文哲呼籲民眾自動自發地封城, 而新北市市長侯友宜就看來比較悲觀。 他說現時正是慢慢走入第四階段的防疫, 即是要全面封城。 台灣的疫情急速升溫,民眾都紛紛在家裡被疫。 在台北和新北,多個旺區人流都可以說是大減。 剛剛過去的週末,我們從社交媒體上看到, 很多民眾都貼出一些圖片。 都看到在高峰時期, 哲運站幾乎是空無一人。 台北市十年來第一次看到反南線上空漲漲。 而台北的各大觀光夜市和商業區, 也看到人流非常稀疏。 接下來在社交媒體上, 我們看到整個週末都紛紛貼出了一些空城照。 在這些空城照曝光之後, 似乎台灣又出現了很多人的自信心就回來了。 我自己就覺得似乎到了一個自信爆棚的景象。 因為有人就發出了一個叫做二十一個字的防疫根據。 大家現在看到這二十一個字, 是說什麼呢? 就是看好了世界, 台灣人只示範一字, 在兩週內解除三級。 短短二十一個字的口號貼文一曝光之後, 在社交媒體上可以說是瘋傳。 名人包括著名的醫生、藝人都紛紛去轉發貼文。 我自己就覺得政治宣傳的口味比較濃了。 其實我自己覺得抗疫最重要的就是科學的Unus。 你覺得自動封城十四天其實是否足夠呢? 我自己就覺得我不是專家, 但是我看回世界各地的抗疫情況。 如果台灣真的能夠在十四天裏面繼續封城, 繼續是空城的話, 疫情應該可以是得到緩解的。 因為大幅度這樣減少人群的流動, 大大減少社交媒體的接觸, 的確是可以阻斷新冠病毒傳播的最有效的方法。 當它的傳播率低於一的時候, 疫情會慢慢消退。 不過若果疫情消退, 台灣馬上在封城十四天, 即是兩週之後, 立即解除三級戒備的話, 相信未能夠達至清零。 而未夠時間令到病毒在社區上完全潛失。 當人解除了大臂之後, 自然會鬆下來了。 疫情有很大機會就要重溫。 就像香港過去年多, 大家都看到了。 有時就緊一點, 有時又鬆一點, 但是當一放鬆的時候, 很快就很容易, 又會是疫情再度爆發。 我們看看成功抗疫的例子。 以內地來說, 它是最嚴格的管控經驗。 武漢封城七十六天, 才能夠完全阻斷病毒的傳播。 若果台灣只是封城十四天的話, 連一個傳播週期二十一天都未完成。 相信未能夠完全阻止疫情再度爆發的可能性。 看回這次台灣疫情, 主要是有三種英國變種病毒到處感染。 傳播力是很強勁的。 台灣的疫苗接種率只有百分之一。 對於全球抗疫的經驗來算是太低了。 若不做全民檢測只是靠社區限聚, 難以完全在社區阻止病毒流散。 所以我希望台灣的領導人可以方學去看抗疫主戰。 不要過分政治化, 因為過多的政治宣傳口號, 其實對抗疫並沒有大幫助。 好,謝謝李唐, 我們轉換其他消息。 美國電動車生產商特斯拉、Tesla、 行政總裁馬斯克, 繼上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說, Tesla會暫停接受比特幣購買產品, 令比特幣的價格跌穿5萬美元之後。 馬斯克在網上留言, 暗示Tesla可能是沽清所持有的比特幣, 或者已經出售所持有的加密貨幣, 一度令比特幣跌到2月以來的最低水平。 數據顯示, 比特幣由24小時高位49814美元, 跌到43837美元水平。 下午5時, 比特幣報45344美元, 24小時跌至7.38美元。 以班衝突持續, 以色列星期日不斷向加沙地帶發動猛烈空襲。 星期日凌晨移平了三座樓園, 至少造成42人死亡, 包括260虎原, 另外超過50人受傷。 是今輪衝突造成最嚴重傷亡的單一次空襲。 哈馬斯繼續以火箭炮還擊, 據報雙方衝突已經進入第六日, 至今造成200多人死亡。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發表電視講話時, 仍然態度強硬, 強調耳軍會繼續全力攻擊, 行動中維持多一段時間, 令哈馬斯付出沉重代價。 多個國家繼續參與滑船。 回到本地看看, 時任民陣副召集人陳浩雲, 前立法會議員李卓仁、 何俊仁和梁國雄, 前年國慶日, 涉嫌在民陣申請遊行抓到反對後, 在未獲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下, 帶領群眾由銅鑼灣遊行去到中環, 被控是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。 再連同另外六名泛民主派人士, 包括壹傳媒黎智英, 被控參與及組織未經批准集結中, 案件在區域法院開審。 10名被告全數承認一項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。 陳浩雲、李卓仁、梁國雄和何俊仁同時承認一項 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。 而吳文遠和蔡耀昌再承認一項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。 法官分別押後求情陳詞和歡迎到下星期一和下星期五。 隨著第五代流動技術5G發展各大電訊箱 在去年開始已經紛紛推出5G服務計劃, 但消費會接獲不少與5G服務有關的投訴。 其中有住在地點比較偏僻的消費者李先生就說, 轉用比較貴的5G計劃之後,上網速度反而差了。 他用另一部手機在相同地點上網, 使用其他電訊箱的4G網絡竟然是快過新計劃的5G服務。 李先生向消費會求助, 最終獲電訊箱取消合約和調整費用, 順利轉用其他電訊箱的服務。 今天趕著這樣,下次再見,拜拜! 旁觀佯